大家好,歡迎收看瞬間看獨贏,是否很少見我西裝錄 錄完五間馬經都要跟大家講,今晚我們要看哪些3T長次贏過的馬筆 太多或太少容易爆冷,大家要留意 雖然季尾未開齋馬匹是容易開齋事實 但不妨拖回冷腳,可能贏過的都跑到2-3,不要漏掉他們 還未講之前記得訂閱頻道朋友,右下角都會見到四星龍珠 按下去可以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一起來看看有甚麼馬曾經在3T頭關16504班贏過 5WIN重組之王剛剛才贏完,10檔又不相信他,他可能又贏 當然,甚麼都10磅都要看看,給他紅心 另外綠色好運,跑一次第二就真是處女馬 架細其巴6歲只有2條Q,要看低一點,不要說不好運 至於年年歡呼,判頓肯選,第二選這麼奇怪 C閘沒有甚麼東西捉著不給你看,彭治有美麗第一 這些贏過的馬要看高一點,有一檔又觀頓 極速滿貫都不騎,你說是否很奇怪? 我都覺得是,但始終這隻馬贏這個路程四WIN 你不要嗎?就好像上次走雞 然後龍船快,也贏過兩WIN 不過長一點路程,看看升級在四班你信不信 掌聲這隻馬同程都頗準,也贏過 刀莊至善上次有點意外,暫時都是處女馬 不過這場我都會拖回他,至於旋風飛揚 暫時沒甚麼看,而競進偏偏雖然抽了十一檔 畢竟這個路程都叫贏過,我們給他紅心 星雲黃雀,星雲是這幾年差點,馬暫時都未贏 另外這隻金德爾,苗麗得到搏不贏,可言又行不行? 就看看,暫時都是處女馬 同程有四匹馬就贏過,起碼大熱門我猜是極速滿冠 起碼你不喜歡這隻後上馬,你都可以試試拖掌聲 競進偏偏,松草之王,剛巧這三隻有十一十二檔 如果三隻可以單式三場賽回來的外檔 我相信都頗好分,就算不行,隨便一隻走進來都頗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多謝大家收看 明天還有很多精彩節目,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我們明天再見,拜拜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